有那么一首歌 好 那我们来增加一点难度 它碰天我们能不能去碰太阳呢 对的 伸手就能碰到太阳 甚至自由自在地在太阳的表面行走 实际上是可以的 虽然可能要等上很长很长的时间 以及放弃掉一些你所关心的东西了 太阳目前的表面温度大约有5500摄氏度 在足以融化掉一切 但是等到大约200亿年以后 它就会冷却到差不多只有室温的水平了 我们都知道太阳靠燃烧氢 产生核聚变来发光发热 随着时间的累积 聚变越来越多 更多更重的元素就在太阳的核心聚集 其自身的质量也就会越变越大 产生更大的引力 燃烧更多的氢 于是在大约51年以后 这些氢就全部烧完了 太阳开始一边坍缩一边膨胀 一边炸飞自己的外层 一边丢掉自己攒了几十亿年的体温 直到200亿年以后 最终迎来命运的终止符 一颗体积之笔 地球略大 温度只与室温相当的白矮星 好了 要是你真的能够活上200亿年 此刻能否骄傲地站上太阳呢 依然是有点难度的 因为如果你驾驶着飞船 一头扎向这颗白矮星的表面的话 其巨大的压力将会帮你把飞船 加速到大约光速的1% 你是可以停得下来 但是停下来的时候 是伸手同处还是伸手溢处呢 好像也不难说 肯定是后者呗 唯一温柔一点降落的办法呢 就是学习打水漂了 从切线的方向进入轨道 在白矮星基本已经稳定的核聚变 大启程上滑行 慢慢地将速度减下来 这个过程又需要花多长时间 以及又需要你准备一些什么装备 咱们就不考虑了 毕竟你都已经活了200亿年 来到太阳的表面了嘛 那么现在你终于可以迈出一个 更加著名的one step了吧 抱歉 你得再考虑一下啊 因为此刻是你决定要不要放弃掉 一些你所关心的东西的时候了 白矮星重力极高的表面 连钛合金结构的建筑物呢 都只能把自己顶到60厘米高的高度 你肯定比60厘米高吧 你的骨头肯定也没有钛合金坚固吧 所以此刻你要考虑的是啊 为了真的摸到太阳 要不要放弃你所关心的存活的部分了 好吧 合上这本书开开脑洞就行了 存活是现在以及将来 我都不愿意放弃掉的部分 除非我是蚁人 这本书What if 2终于来了 说实话等了好久 因为在此期间呢 我又把What if 1看了好几遍 每遍都不会腻 每遍都能把脑洞再撑开一点点 所以强烈推荐给你 是既有趣又有用 学到很多知识 升级很多认知 孩子大人都需要啊 当然如果一本不过瘾的话 就直接买三本罗 门罗脑洞三部曲 What if 1 2再加上这本 How to 保证让你爽到起飞啊 不过需要注意安全降落 2 4 105